国民党2024到底要派谁出战呢 现在传出基层声量很高的 竟然都是选择他 有人就认为这郭董是不是要没戏唱了 这个他是谁呢 这个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柯知恩就说了 其实呢不管是选民 还是有意要选立委的国民党议员 他在听起来呢 目前大家对于总统候选人都非常的关切 都认为应该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要代表国民党出战了 他说虽然侯友宜没有提出比较大的国家政策 但是也不知道他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起码他就是很稳 而且呢民众对他的印象普遍也不差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英龙就分析了 很多人都会关心 那么郭董呢 郭董是不是就会不见了 或者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 他说朱立伦仍觉得自己论能力 贡献经验 有资格在2024代表国民党出战 反倒是郭董 现在虽然呢有意要回国民党 但是他在国民党里面好像已经是没戏可以唱了 他说国民党给郭董很多冷肩膀 任曹乐凤 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的选民跟支持者 好像对于郭董不再像过去那般的热烈了